大家好,我是安娜。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学习农场中和菜市场上常见物品的名称,学习数量的描述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视频中还会涉及到量词的使用。 在汉语中,有些名词有专门的计量单位,通常放在数量和名词之间。 比如,我们会说一本书,一条鱼,这里的本,条就是量词。 这样的说法有点像英文中对不同动物群的描述方法。 比如在英文中,我们会说a mother of crows,a pack of dogs 等。 为了便于大家深入理解汉语中量词的用法,视频下方列出了维基百科的说明链接。 另外还有我们的免费PDF文档链接,欢迎下载学习。 农场里 一条狗 两只猫 三头牛 四匹马 五头猪 六只鸭 七只鸡 八只兔子 九只蝴蝶 九只蝴蝶 十条鱼 一群乌鸦 一群乌鸦 菜市场 一个南瓜 两个西瓜 三颗鸡 三颗包菜 四串葡萄 五根黄瓜 六个茄子 七颗芹菜 八个苹果 八个苹果 九个番茄 十个土豆 一盒草莓 八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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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 五根黄瓜